小猫已经被摔满了 小猫已经被摔满了 今天是礼拜二 然后 我们两个还在床上 我好不想起呀 因为 就是 很想再睡一会儿 但是她就已经醒了 现在是八点半了吧 她已经醒了有半个小时了 今天早上 本来六点多 五点多 快六点了 五点五十五的时候 她醒了 她醒了之后 然后 拉臭臭了 所以我就给她收拾了收拾 弄了弄 就已经到六点半还多了 然后她就又饿了 然后喂了喂 然后我就觉得 应该让她再睡一会儿 因为起的实在是太早了 然后 她又又睡一会儿 然后我又躺在床上滑手机 其实我是很想睡觉的 我很困 我实际上就困得不行了 我就睡了一会儿 睡到八点多 然后这家伙醒了 醒了之后把我给吵醒了 我们家现在外面 那个帘子还没有拉起来 所以很暗 其实已经很亮了外面 那我们就准备起来吧 小可爱 今天外面太阳真好 是不是 是不是 今天外面太阳真好 走吧 我们要去客厅了 妈妈要准备吃早饭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在卫博上面吧 她也在德国 然后她做饭特别厉害 所以她在卖一些 像意大利面酱啊 然后手抓饼啊 油条啊之类的 都是她自己做的 所以我就问她买了一点 然后想囤起来 就是留着以后慢慢吃嘛 然后我买的油条 是八十根 不不不 是十根八块钱一根 就是人民币 你看炸的超级大 这是一 这是其中的五根 剩下的五根呢 我把它冻在下面了 就是等到时候 这这部分吃完了 把它再拿出来 然后这是我买的 手抓饼 就是葱油饼吧 我买的是多少的来着 它包装的好好的 你看 反正我记得我买的手抓饼 买的是两份 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那个意大利面酱 就是她做的那种 我买了一份我想尝尝 这个是 这个是肉皮冻 这个旁边还搞了一瓶水 应该是那个呃 想要冷冷冷藏用的吧 包这个手抓饼 我买了多少 我打开看一下 我买了好多的葱油饼 这一道里面是 这一道里面应该是五个吧 我记得我买的是二十个 好像是 这个意大利面这个酱呢 我就买了一份 就是因为就想尝尝吧 因为我看他在微博上啊 晒自己做这个酱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不知道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酱还需要什么 乳化呀什么的 我们就是像普通炒菜一样 把它炒一炒 这个好像还需要什么拿 嗯橄榄油啊 然后把它搅和搅和 乳化一下什么的 所以我就想买一个尝一尝 肉皮冻 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自己做的 感觉他好厉害呀 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切一点 然后弄点蒜泥汁啊什么的 咚咚哇好弹性啊 咚咚咚 这一束皮冻很有意思啊 咚咚 我现在把它切一下 然后我这边拌好了那个汁 放了一点生抽醋 然后压了一点蒜末 然后还放了花椒油和香油 然后再加一点点水 不然就是稀释一下 然后把它切一下 看我这个稍显做做的摆盘 放不下了 然后我们把这酱汁淋上去 现在我来吃一下 蘸一蘸这个汁 好好吃啊 要有辣椒就更好了 应该 应该多泡一会儿 让这个皮冻 然后浸满这个味道 要有辣椒就更棒了 好吃 再撒点芝麻吧 嗯 嗯 西拉面 妈妈买了一箱西拉面 这一次终于给我寄到了 上一次我来了 一箱给我退伍 也不是给我惹 所以就没给我寄 但是我上一次买的贵啊 这一次打着买的 它趁着挺好的 这应该是个锅 怎么连个皮疙瘩都没有啊 背包挺里脖 挺好看的 这是我在我们这边中餐厅 订的一些菜 然后它可以给你送过来 我打开看一下 这是啥 米饭 我没跟他说我要米饭 鸡爪 我没要鸡爪 这可能是送的吧 酒糟鸡爪 它有这个菜 但是我没要 它之前是不送我们家这边的 然后这一次 它送了 所以我才订的 之前这个饭店 其实离我们家挺远 这个是什么啊 它写的 看不懂啊 现在已经下午了 它下午才送到 我们中午已经吃过饭了 所以这个就晚上再吃 黑椒牛肉 这个应该是送的吧 我没点这个 水煮鱼 这个是送的 这个是我点的 然后这个是毛血旺 我就先不打开了 挺油的这个 这个是叉烧排骨 这个等我吃的时候再拍吧 不然一个一个打开在盒上 挺油的 这也不好开 这应该是我买的酱鸭 他们家好像酱鸭特别好吃 很多人都推荐 然后我之前一直想买 但是因为离我们家太远了嘛 然后去拿 去拿的话 也挺不方便的 然后这次它可以送 所以我就 买了 反正我点了有 酱鸭 爬鸡 香酥鸡 然后这这这这好几盒 估计就是这几样 然后还有酱汁 到时候吃的时候再给大家看吧 如果说好吃的话 在慕尼黑的小伙伴也可以去订 不过他家生意挺好的 好啦先放在这把晚上一热一热 我们就可以吃了 嗯插手 你看他就打了个插 很有意思 我们今天晚上先热了两个 一个是那个毛雪旺 一个是这个 他送的这个黑椒牛肉 然后这个鸡爪我尝了一下 我觉得一般吧 但是这两菜挺好吃的 这毛雪旺其实里面 这毛雪旺里面 几乎都是堵 然后可能有这么一点白菜 然后午餐肉就这么多 虽然可能里面东西不是很多吧 但是这个肚是挺好吃的 而且不是很辣 但是很香 然后这个黑椒牛肉呢 非常的嫩 挺好吃的 继续开箱 这一箱是我从DM上买 DM上面买的一些东西 我当时在网上买 好疼啊 割了我手了 嗯 这次买的不是很多 因为我买的时候 他已经很多都已经没有货了 就是小孩的东西用的差不多了嘛 就这个海绵 这个海绵 然后是这个是 一个洗发水 我看 因为我现在产后落发很严重嘛 虽然就是不是很担心 但是既然买了 我就顺便买一个这个洗发水 用一下 它是防脱 呃洗发水 用一下 看好用不好用 然后是一些牙膏 我们家牙膏快用完了 然后我一直用的是 这个牙膏 然后这是两支装的嘛 然后我还 顺便带了一支这个高露结的 因为我看它是美白的嘛 那一天我敷了一个面膜 就是那种涂抹式面膜 然后我一张嘴 感觉我的牙好黄啊 然后这个一般是我早上用 就 然后这个是 给宝宝擦脸用的 然后这个是他的身体乳 他之前用的那一个 没有货了 所以我 他就只有这一个是有 有 就是 就是有货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这个和那个是一个牌子 但是这个好像是有香味的 好像是有味道 然后这个是宝宝身体油 啊 因为他的皮肤很干嘛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油 然后洗澡的时候也可以 滴到那个水里面几滴 不至于那么干 然后依然是这个 买了好几包 还有这个洗澡的这个纸 然后是三盒这个抽纸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尿布师 帮保湿 没有了 因为他这个不是按压泵的嘛 就是这样挤的 就不是很方便 尤其是有时候 你要一个手摁着小孩 然后一个手就这样挤 所以我会把它 就是放到我之前那个瓶子 我之前那个瓶子是按压泵的 猜猜我在煮什么 我在煮意大利面 可是我这么看 特别像在煮海带 像不像 现在疫情期间 超市里面的意大利面 就我们平时吃的那种 spaghetti啊什么都卖完了 然后我老公买的就是这种的 就这个还是 所剩无几 可怜兮兮 它里面就是这种 一个一个一个的 特别好玩 海带 海带呀海带 海带 海带呀海 你看 这是我在 baby wax 上面买的 就买一些 六小翔的衣服 还有它的枕头 它之前买的那个枕头 枕头有点小了 所以就又重新给它买了一个 然后顺便就买了一些衣服 这是我买的一个短袖的一个包皮衣 这个是三个的包皮衣 也是短袖 因为往前天都热了嘛 所以我就现在给他买的都是短袖的 然后稍微大一点的 都是74的 这个我怎么感觉好厚啊 我打个换一下 还好不是很厚 看着挺厚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黄色的这个 就是带 这也是一个74的 然后带脚丫子的这种 就我买的这种他说是睡衣嘛 但是我觉得这种带脚丫子的在家穿就很方便 然后就这样一套 这个还挺好看的黄色的 然后我主要就是为了买这个枕头 就这么多 我发现他每个牌子的那个码就是 大小不定 你像那个小帆船他家的码就偏小 这个牌子他的码就 感觉还挺大的 食谱 买家秀 接下来放什么呀 大米 都撒了 吃不太多 好 好 水 将农番茄瓜 全部容紫 沸騰 片 看这些绳子把它给封起来了 你看那个远处,它是一个小孩玩的地方,然后被封起来了 你看被这些绳子封起来了 就为了不要让小孩玩,大家不要在那里聚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